ESP8266在 连线的时候IP它是取决我们的 AP无线WiFi的AP 连线那怎么设定这无线AP的连线呢 那我们要做 ESP8266的韧体烧录动作 首先你一样要点选设备的port 再点选ESP8266烧录 那回来这个画面它会有123的选项 1是烧录韧体 通常这韧体你不会做太大的破坏 所以你不太需要 那你比较常要做的是第2 设定WiFi 无线 好我先设定2 WiFi SSID输入你自己的 家里的 AP的SSID 输入你家里的密码 好这样子它就已经设定完成了 就已经设定完成了 按任意见继续 那如果你还要烧录韧体就选1 好它会自动帮你烧录韧体 那做完之后你选3 离开 这样就完成韧体的烧录 好烧录完你就可以直接 我们看到这个灯已经亮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 点选做别的动作 好 如果你不确定有没有烧录完成 你可以再做连线程式 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烧录完成 简单来说烧录动作 第一个选POD 第二选这个 烧录动作 然后看你是要设定Wi-Fi的 SSID和密码 还是说 其他的任期烧录 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刚才烧录的 SSID跟密码是不是有正常的被接受 那我选7 然后选ESP8266 一样 COM7 COM7 然后这边记得 一定要打115200 如果输入错的话 它会一片黑不理你 按Ctrl-C加Ctrl-D 它有看到重新启动 它又抓到IP了 这个IP是它抓到的IP 这样就是我们的Wi-Fi的 SSID跟密码是有被设定进去的 那烧录的动作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可以进行烧录 也可以进行ESP8266的连线 我可以进行烧录的